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香港跟中国股市17号遭遇重挫 创出了历史新低 隔天中国股市继续下跌 上阵指数盘中更失守2800点的关口 跌到了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 上海跟深圳两市 有大约4800只个股下跌 而上阵跌破2800点的词条 也迅速地登上微博热搜 网民纷纷留言哀叹 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A股市场18号早盘 持续涌现卖压 户指跌破了2800点的大关 刷新了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 而三大指数早盘跌幅都超过了1% 下跌的个股接近5000档 香港股市则是高开低走 前一天暴跌3.7% 日内持续下滑 逼近万5的大关 横指18号高开24点 暴15301点 高见15302点之后倒跌 开市不到5分钟 就跌穿了17号的低点 15194点 低见15183点 再创超过14个月以来的低位 之后逆转反弹 曾经倒升134点 报15411点 中国股市暴跌的消息 也冲上了中国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网民一片哀嚎 有人说不是说2863这条线 几十年来没有下过吗 今天竟然直接下给我看 跟做梦一样 昨天还是2900的攻坚战 今天直接就2800点保卫战开始了 又有人回顾 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招回到解放前 A股上次跌破2800 还是在19年的时候呢 海外的网民则留言说 再跌的话 股民就要被逼成反贼了 A股会不会最后干脆躺平了呢 还有自称是著名诗人 白居易的弟弟白交易的网民 改了苏氏的词说 十年炒股两茫茫 先亏车再赔房 千股跌停 五处化凄凉 引得网民泪回说 完全输出了我的心声 对于中国股市暴跌 美国之音报导分析 对于中国股市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走势 去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5% 二季度增长6.4% 三季度增长4.9% 四季度增长5.2% 全年经济增速也是5.2% 美国电视财经媒体CNBC报导 影响市场情绪的 是中国四季度的经济资料低于预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这个季度经济增长5.2% 低于专家预测的5.3% 市场更为关心的是 四季度环比增幅只有1% 跟官媒所说的四季度经济复苏力度 加强的说法 显然有很大的差距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资料 跟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关 去年12月 中国70个大众城市当中 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同比油装有降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 降幅比前一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衰退 是中国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 也是国际专家判断 中国经济走势的最重要依据 许多经济预测机构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 很难在2024年发生重要的变化 因此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可能会低于去年 分析人士表示 12月的资料令人担忧 这可能暗示中国房地产危机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可能正在加深 而零售销售增长的资料也在放慢 投资状况不温不火 他们指出 在中国最近公布的经济资料当中 只有工业产出资料显示出一些改善的迹象 路透社引用新加坡金融服务公司 IG集团市场策略师叶俊荣的话说 中国今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资料 似乎反映出更多的经济现况 也就是不平衡的增长环境 这没有提供多少可以让人相信的经济 很快会出现可持续好转的证据 他说经济资料疲软的趋势 显示出当局宽松的政策环境 还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好转的经济条件 这可能要求当局在2024年上半年 采取更多的支持性干预措施 另外在外汇市场上 美元指数回升0.174% 走出了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103.51% 这项指数的上升意味着 美联储加息的时间降会延后 在大中商品的市场上 原有价格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而出现的下跌 美国原油指数下跌0.69%到71.9美元一桶 而布伦特原油价格下降了0.61%到77.81美元一桶 新冠疫情溯源调查再度出现新的进展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国会调查发现 2019年底 中国研究人员已经对新冠病毒基因测序 但是北京隔了超过两个礼拜才公布细节 这也让外界再度质疑 中国在疫情初期到底掌握了多少资讯 报道引述美国联邦众议院能源器商业委员会 从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取得到的文件显示 2019年12月28号 北京有一名中国研究人员 向一个由美国政府管理的数据库 上传了近乎完整的该病毒基因序列 当时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 仍然将爆发于武汉的这种疾病 描述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 并且尚未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而根据美国政府的疫情时间表 中国一直到2020年1月11号 才跟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该病毒的基因序列 不过上述新资讯并没有为围绕新冠病毒 到底是源于受感染的动物 还是源于实验室泄漏事件的争论 提供任何的线索 但是专家表示 这对于帮助国际医学界 确定新冠病毒如何传播 制定医疗防御措施 以及最后着手研制疫苗来说 拖延的这两个礼拜时间 没准是相当关键的 根据报导提交该病毒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 是总部位于北京的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任丽丽 它并没有回复记者寻求制品的电子邮件 而该研究所隶属于由政府背景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这种被称为是SARS-CoV-2的新冠病毒序列 已知的首次公布时间是在2020年1月11号 是在中国卫生部门跟世界卫生组织共享资讯之后 此外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该病毒序列在1月5号在中国国内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享 但是并未向全球的科学家公布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艾格林写道 任丽丽在2019年12月提供的病毒序列从未公布 并且在2020年1月16号从数据库当中删除 先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按照其协议 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技术细节 但是他并没有回应 目前还不清楚任丽丽为什么没有回应 1月12号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到并公布了另外一个来源的 SARS-CoV-2病毒序列 艾格林对该委员会说 2020年1月12号公布的序列跟任丽丽提交的序列 几乎是完全相同 美国众院能源纪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 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到 这个发现表明了美国不能够相信 中共提供的任何所谓事实或者是数据 并且令人严重质疑 基于此类资讯的任何科学言论 是否具有正当性 虽然先前并不知道 美国数据库当中存在准确的新冠病毒序列 但是任丽丽过去曾经撰文介绍过 他寻找新冠肺炎病因的过程 在2020年5月发表在科学刊物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的一篇文章当中 他跟同事描述了2019年12月18号到12月29号期间 在中国武汉一家医院从五名患者身上采集样本的过程 他们写到测序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这种病毒跟人类严重且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有关 在合同文件当中 任丽丽被列为一个美国资助项目的合作者 该项目旨在研究冠状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这项工作由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负责监督 工作内容之一是在中国采集蝙蝠的样本 对此西雅图弗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Bloom说 提交给数据库的病毒序列表明 事实上至少在2019年12月28号之前 中国国内的科学家的确知道 这种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快时尚跨境电商吸引 正为其在华尔街上市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 而中国网信办正对其资料处理跟共用的做法 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网信办主要关注的是 西英如何处理与其中国员工 供应商跟合作伙伴相关的资讯 以及该公司能否有效地保护这些资料 不泄露给海外方 另外北京还关注西英在上市过程当中 将向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披露哪些中国资料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网信办过去做类似的调查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久拖不决可能会影响到西英的上市计划 而如果西英被判定存在严重问题 其上市计划可能会流传 报道提到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 2021年在未获得网信办批准的前提下 在纽约上市之后不到一年就被迫退市了 报道强调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多项规定 加强了对于被认为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资料处理 跟海外资料传输进行牵管 尤其是要求掌握大量使用者私人资料的互联网平台 以及银行跟电信公司等重要企业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在过去的案例当中 网信办的类似调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不过长时间的审查可能会导致西英在IPO时程上出现延迟 在最坏的情况下 如果西英被认为有任何的严重问题 那么其IPO计划可能会完全的泡汤 近年来网信办的指责大幅的扩大 阻碍了数间中国科技巨头的海外上市计划 前述的滴滴2021年在纽交所上市 并且筹集了约44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几天之后 网信办就对滴滴发动了网络安全调查 导致滴滴的股价暴跌 最终滴滴在美国上市不到一年 就决定退市 调查结束之后 滴滴被指控违反中国网络安全和数据罚等 被罚超过80亿元的人民币 随着各地方人大、政协陆续展开 中国又将进入到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地方两会将在农历年前开完 今年中国春节黄金周要到2月17号才结束 3月4号、5号 全国政协跟人大的大幕又将拉开 一项关注中国政治的香港民报身家业专栏 18号的评论文章 也关注了今年两会的人事焦点 评论指称在全国两会上 人事堪点更多一些 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新外长的人选 秦刚去职之后 王毅回国重操就业 但毕竟他已经黏狱股息 同时还兼任中央外办主任 在一线拼杀并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他虽然接任外长 但是一直没有重新接任国务委员 下个月将满60岁的中林部长刘建超 早在秦刚下台之初 就盛传是接任外长的任门人选 这个月他高调访美 获得到美方高规格的接待 被认为是接任外长之前的热身之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特地跟他正式会谈 而秦刚驻美一年半期间 却连布林肯的面都没有看过 可见的美国人对刘建超另眼相看 刘建超的履地完整 经验丰富 既是专业外交官出身 做过新闻发言人 又当过驻外 也就是菲律宾印尼两国的大使 也做过地方官 包括了浙江省委常委 纪委书记 又做过部委官员 包括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还有中央外事口三大部门的负责人 他全部都做过 这其中包括了外长助理 中央外办副主任跟中联部长等 可谓是能文人物 入德厨房 出德厅堂 出任外长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就看能否再上层楼 兼任副国籍的国务委员 同样已经接任防长的董军上将 在今年两会上 是否会兼任国务委员 同时成为国家军委委员 也相当的引人关注 不过如果他不先提升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就会创下先当国家军委委员 后当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先例 而要进入中央军委 就必须要在中央全会上解决 但是三中全会迄今秒无音信 上个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一口气罢免了九名解放军降临的人大代表资格 引起了外界对新一波反复风暴的关注 但是风暴似乎还未结束 包括了前防长李尚福 前外长秦刚 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政委 韩晓东中将在内的一批失联人员的人 带资格 在全国两会上是否会处理 也引人注目 按照过往的惯例 贪官处理的先后顺序 是先党职后官职 但是李尚福 秦刚跟李玉超等人的中委资格 迄今仍未撤销 这也是因为三中全会迟迟未开 这也是这一波反复风暴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1月17号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 中国连续第二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对此专家认为 中国人口衰退将会成为长期的问题 将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跟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跟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资料显示 中国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 相较于2022年减少了208万人 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出现人口负成长 资料还显示 中国各省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02万 人口出生率为6.39% 而死亡人口则为1110万 人口死亡率为7.87% 综合以上的资料显示 中国202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与此同时 从性别结构来看 资料显示 中国人口构成男多于女 性别比为104.49% 从年龄构成的角度分析 中国16到59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61.3% 60岁以上劳龄人口占了21.1% 针对中国出现人口减少的问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口统计专家易富贤表示 中国出现人口负成长的问题 源自于计划生育的政策错误 他说中国的生育率很低 是1.0左右 一般需要到2.1左右 才能够保持世代的更替 不下降不减少 但是中国的生育率 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水准 当时就应该要停止计划生育 但是政府却没有停止 同时易富贤指出 中国如今面对到的生育率减少 也是国际趋势 比方说台湾的生育率是0.87 香港只有0.7 澳门只有0.68 他们的生育率也下降 所以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生育 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本性 对儒教文化的打击很大 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资料显示 近年来 尽管中国政府放宽一胎化的政策 允许每个家庭最多生育三个孩子 同时当局也寄出了发放奖励金 提供便宜住房等鼓励生育的措施 但是中国女性生育率 还是不断地在降低 易富贤就此分析表示 中国如今普遍出现结婚率下降 以及婚姻年龄推迟的现象 再加上中国经济停滞 增加父母育儿的压力 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少子化 易富贤也提到 中国当局如今寄出减免房价等 鼓励生育的方案 恐怕很难有具体的成效 他说中国房价这么贵 根本就养不起孩子 政府提供一些补助 但是也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政府比较大方 给小孩提供免费的医疗 住房有很多的优惠 给小孩发现金补贴 但是效果不明显 中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 财力模仿日本的政策 所以中国的生育力 将比日本还要低 易富贤指出 中国的人口衰退问题 会是长期的趋势 这也将进一步导致 中国经济在国际的竞争力衰退 人口数量在下降 并且人口急速老化 年龄不断地增加 中国的经济活力会下降 那么中国在国际上面的话语权 也会下降 中国人口学者梁建章则撰文指出 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准 还不如发达国家 但是生育率比发达国家 还要来得低 除了与中国实行限制 生育的政策有关之外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 使得中国的生育率 比其他国家都要来得低 他认为 以中考跟高考的同考统招制度 造成了世界上最为内卷的教育制度 给家长跟学生造成了 严重的财务跟精神的负担 其次中国大城市一线城市 绝对房价跟相对房价 依然畏惧全球的前列 全球前十大高房价的城市 中国占了一半之多 第三 中国在生育福利方面 还远远没有落实 发达国家的政府 一般会拿出GDP的1%到3 来提供家庭福利 这当中包括了现金 免税还有如普惠的 优托服务等生育福利 路透社则引述 密西根大学的人口学家周云的看法说 从其他低生育率的国家 已再观察到的现象是 一旦生育率降低 往往就相当难以逆转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